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动之后就否认他捍卫阿兹敏 他强调说他是拒绝龌龊的政治而已 他是这样子想的 他说我只是说我不会掉入那一种龌龊政治的陷阱 进而沦为其中的一份子 好了敦马的言论看起来好像有道理也说得过去 不过他支持阿兹敏的态度也相当明确也相当清楚 对比20年前当安华面对刚交的情况的时候 当时的老马他的说法可不是这样的 那么阿兹敏他一卷入这个性短片之后 马哈迪跟阿兹敏同样的把性短片的焦点 从保守马来社会 马来穆斯林关注的男男性行为上 转移到偷拍和政治阴谋的角度 接着就不断的强调 还有放大政治避害的视角 警方的调查方向也指向政治阴谋 刚好被捕的人当中有包括安华的情形 而安华又被西蒙认定为下一任的首相 但是马哈迪跟安华彼此之间 其实有互信的问题 他们的互信基础是薄弱的 这与20年前马哈迪割除安华 引发烈火墨西的政改运动是有关的 而去年当敦马委任阿兹敏为经济事务部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公正党内部已经有不同的声音了 因为当时阿兹敏他已经宣誓成为雪兰的州大臣 同时公正党也没有推举阿兹敏成为联邦的部长 但是敦马的委任让阿兹敏进入了争夺首相的宝座游戏当中 安华派系自然觉得焦虑不安 而去年党选的时候 阿兹敏派系又取得漂亮的成绩 所以这一些种种的事情 都让安华派系感到无比的压力 特别是敦马对阿兹敏的爱戴和栽培 不过敦马就是有提到的 他是要心爱短片事件的幕后黑手受到对付 从制片到散播短片者全部都要被对付 因为他说这不是我们搞政治的形式 除此以外他也今天在部落格发表名为色情短片的文章时就指出 他拒绝受人所利用沦为乌错政治的工具 尤其是为了要阻扰特定人士的政治成功 他认为性短片事件是二读和玩弄乌错政治的阴谋者所为 这无关道德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因此会把这个作为政治课题的方式来处理 好了 德马终于把话说得非常清楚 他为这个性短片定调了 那么之前的猜测完全正确 confirm这是政治阴谋 无关什么心爱或男男性行为 因为有人明显要制作和散播这个短片 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 就是要摧毁某一个人 德马说自己掌握这个权力可以对付阿兹敏 不过一旦他这么做的话 那么策划这一次坏事的人就达到他们的目标了 所以德马不想这么做 他也搬出了伊斯兰 搬出了宗教禁止 亏看别人坏事或者弱点的这一个论点 那么而他们所做的事情 所谓的他们就是指这些制造 以及散播这些短片的人 他们的做法甚至比亏看别人的弱点 还要可耻 还要糟糕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名人物呢 就是副首相兼首西蒙的总裁旺阿兹敏就说 如果阿兹敏和雪州大厂阿米汝丁呢 他们是持有了这个性爱短片的资料的话 包括就是谁是幕后黑手 都应该要充分的和警方合作 协助调查这一件的事件 OK 那志峰 你觉得接下来这件事情的发展会怎么样发展下去 德马今天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是政治问题 所以就应该用政治的方式来把它解决掉 重点不再是那一张床 或者是那一间酒店 那一间房间 或者是床上的两个侧裸的男人 和他们的亲密行为 关键是政治阴谋这四个字 不是什么道德问题也跟隐私问题没有关系 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呢 有三个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呢 警方应该会揪出 涉嫌制作和散播这个短片的人 第二呢 这一个人呢 应该就是公正党内部的领袖 他应该不是一般的小卡 可能是大卡 可能是大人物 他也可能是来自安华的阵营 他应该会被牺牲掉 会受对付 那么第三呢 就是安华的形象也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损 他和阿兹敏两大派系 会随着有人送上断头台 有人被牺牲之后呢 有望和解 但是这个和解已经令到安华的气势和声势 大大的受影响以及被削弱 OK 我们现在关注完别人的事件了 那接下来就要关注的是 你可能也在非常生气的和雪州的水污染有关 守住在City Plus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三天里面就发生了两次的河流污染 就导致雪龙地区都是大治水的 那现在全国的警察总长阿杜哈密就放话说 警方是会援引严厉的一些法律 来对付污染的造势者 他就表明说 警方可能是会援引2012年的国安法令 靠留污染雪兰而河的凶手 同时会援引最严厉的法律来调查他们 这不是一般的河流污染 而是水源被污染的事情 所以当局必须要认真严肃 以及迅速地采取行动调查这个事情 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事态非常的严重 不是那种可大可小 而是大事情 昨天国家水务委员会SPAN 已经向警方报案 要求警方从蓄域破坏的角度 来调查这个事情 同时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 也要求警方介入调查指示 所以警方必须要采取行动 将造势者绳之以法 阿杜哈密是这样子说的 他说破坏基本设施是严重的罪行 可以在国安法令下被扣留 同时会面对到最严厉的法令的提扣 这番话就已经显示出事情的严重程度 那从上个星期五开始的三天 雪兰而河是爆发了两次的生水污染问题 导致有四个滤水站停机 还让雪龙而去 众多的地区都面对到治水的问题 昨天我就有提到说 蓄域污染水源导致断水者 一旦罪名成立的话 可以在2006年国家水工服务业法令下 被判处死刑 而这项法令至今已经执行了13年 但是没有人在这个条文之下 被判处死刑 当然我也不希望会出现 有这么严重要问掉的这个惩罚 因为他的前提是 有人被控蓄域污染水源 而导致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甚至出现伤亡的事情 目前为止 他说还没有出现这个事情 不过一旦水工中断的话 对各行各业以及广大的民众 将带来巨大的损失以及困难 如果证实是有人故意投毒 污染河流污染这个水源的话 那么导致大量的这些悲剧发生 这就不再是一般的这个案件了 这让我想起在1995年 日本东京地铁站发生的 沙林毒气事情 那么这个事件导致13人死 整6300人受轻伤以及重伤 这是日本真理教教主 麻原彰晃以及他的手下所干的事情 那么麻原彰晃最后被判处 死刑 同时在去年的7月被正法了 昨天呢 我们的雪州大厂阿米汝丁 是走访了这个污染地点 发现了有一台停用的 挖沙平台的油桶 是遭人故意打开 以致这个柴油是 陷入到这个河流去 那警方呢 也曾经接获到 一家是彩沙承包商的报案 声称了他的员工 在发生污染事件之前 曾经是要求过两三名 在这个挖沙平台钓鱼的人士 是要求他们离开的 但是对方就表现得非常的不情愿 所以呢 现在是不排除 他们是蓄意的要做一些的报复行动 那些警方的调查也发现呢 位于河中央的这个挖沙平台呢 其中的一个油桶柴油的管线呢 的开关呢 是已经被人家拔开 造成有100公升的柴油呢 是流入河里了 好了 现在摆在警方面前是 他可以引用不同的法令 来对付这一些涉嫌破坏 或者是污染河流的人士 比如说全国警察中长说 可以用国安法令 那么除了国安法令之外呢 还可以用刑事法典里面的 其中像条文 就是破坏水源或改变河道的罪名 一旦罪名成立的话呢 那么这名人士可以被判处 坐牢5年到30年 同时呢 也可以被罚款 或者是两者监视 当然还有更严重的 就是我提到的 国家水供服务业的法令 那么警方不应该轻易的 放过这些涉案者 必须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们先撇开这个死刑的惩罚 是否太过严重 是否应该要大碍一点点 少多一点点 谈这个人性 或者是人权 少一些死刑 但是这一些呢 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 我们回到雪兰儿 河流受污染的这个事情 三天内有两宗 第一宗是气体污染 第二宗呢 则是这个 哇沙所引发的这个事情 那么这些蓄意破坏的后果 可能是非常的严重 它的杀伤力可以很大 很可怕 那么一些受影响的人 他们所出现的一些状况 可能要在几年之后才看到 因为这些毒素是留在 他们的体内 要日子久之后才看得出 他们的这些后遗症 那么政府也应该要在这个时候 考虑修改 1974年环境数字法令 因为在这项法令之下 最诚的惩罚不高 那么让业者或者是民众 愿意冒这个险 承担这个风险 因为干案的这一个风险不高 那么一旦罪名成立的话 最高是做了五年 或者是最高罚款50万令吉 那么这个相当轻的这个惩罚呢 将足以抵消这些业者愿意 让他们愿意把这些毒料 倒进河里 因为他们说 我承担得起这个惩罚 那么政府在执法的时候呢 不应该高高举起 然后轻轻放下 治乱是有些时候需要用重点 休息一下 下段回来呢 继续带你关注其他的国内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我是宝儿 我是之风 首相马哈迪就指出呢 政府将会加速制定消费者信贷法案 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以及鼓励健康的信贷市场 他说这项法案呢 就会确保信贷消费者和债权人交涉时呢 是可以获得公平的对待的 那就会在今年尽快提升给国会 债务这个词呢 是西门上台之后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 因为国债高达一兆令吉 那么西门就说政府没有钱 很穷很穷 那么一兆是多少呢 一兆是一万个亿 而一亿呢 则是一万个万 这是很大的一个数据 当然反对党驳斥斥西门的说法 说哪里有国债都没有到一兆令吉 不过呢除了国债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们比较靠近的 就是家庭债务 那么国债太过遥远了 可能大家对国债的印象没有这么深 但是谈到家庭债务 谈到你的这个房贷啊 你的车贷之类的话呢 那么你就对这个家庭债务比较有感觉了 去年大马的家庭债务呢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3% 比前年2017年下降了0.8% 敦马呢是在今天出席吉隆坡推荐 2019-2023年全国金融素养策略 推荐一事时的时候呢 就这样子说的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企业发展部 国行 大马证券委员会 以及其他的机构呢 是会合作草泥这一份的法案 他说呢 政府将会推出金融素养策略 来完善这个法案 保护国内的信贷消费者 如果有金融素养 不只是在借贷 或者是在购买一些金融产品的时候呢 你可以有这个帮助 同时候也能够明智的 做出一些财务决策 目前家庭债务的风险 占GDP的82.1% 对国内金融稳定是受到控制的 不过呢 有一些迹象则显示 借贷人难以偿还他们的贷款 越来越多的借贷者参与 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 所提供的这个债务管理计划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AKPK 而其中一名AKPK的导师 就是壮国业 经常上我们的节目 他是我们的常客 那么这一个事情呢 其实这个还不起债务的事情 比较多呢 是发生在那一些 每月收入少过5000令吉 居住在城市的借贷者 这一些人呢 我们通常都称他们为 称他们为城市贫穷借责 就是urban poor 他们的薪水 比一般在乡区来得高 但是在城市 根据城市的这个生活水平来讲 他们是属于贫穷阶级的 嗯 不知道是不是你 还是是你的朋友 都记得要把City Plus 这个平台介绍给你的朋友啦 OK 回到敦马的部分了 敦马就说呢 如果人民想要在财务上 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的话 不单单是 极限于借贷 或者是购买这些的财务产品 说消费者要有能力 做出准确的消费决定 比如说购买保险啊 进行投资 管理好收入来协助生活呢 是不受到财务压力的 他说在越来越复杂 以及有挑战的财务环境底下呢 我们都要懂得去保护自己 免于不公平的活动 但是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先去了解 金融犯罪的模式 好了 那么去年 事业国际评级机构 目的的调查显示 高达52.4%的受访单位 他们担忧我国的家庭债务情况 虽然家庭债务对GDP的比重已经有逐年下降 但是一些金融机构依然感到担忧 他们的担忧并不是空白的担忧 因为家庭债务对GDP的比重已经从2016年的88.3%改善至2017年的84.3%了 但是这一些下降呢 对一些金融机构来讲说 还是不够应该要下降的更多一点 那么如果就业情况恶化 或者是房价没有显著下跌的话呢 那么家庭债务将成为银行领域的风险因素了 一些可能提高家庭债务的因素 就包括第一 房屋的贷款 包括在一个马来西亚房屋计划 PRIMA之下 对于购物者而言 有一些新的和可以更容易获得贷款 获得融资的方案 这些都会加重这些家庭债务 那么第二呢 就是公务员各种各类的贷款 第三 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四呢 就是贷款成本的提高 第五呢 则是年轻人口的比例增加 25到39岁的年轻人口增加之后呢 他们都属于增加资产的人口 就是他们会大量购买资产 比如说汽车啊 房屋啊 之类的东西 而这一群人呢 占人口的26% 那么资产多 往往意味着 你的这个债务也多 因为你的汽车 你的房子 或者是你的credit card 之类的东西 都不是你的资产 是你的这个债务 所以房产的风险提高的话呢 那么我们也应该要关注家庭债务 也可能随着攀升 所以政府呢 现在正在积极的控制家庭债务 避免它继续再上升 所以配合政府的这些政策 CD Plus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再一次推荐我们的平台给你 介绍给你的朋友 好那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也来到尾声了 谢谢志峰 明年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